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有15起外泄事件 火警就发生了11件 当中有一件最严重的就是气爆案件了 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主要干道上的一栋建筑物了 明显看到建筑物的9到11楼外墙已经是焦黑了 玻璃通通都炸毁了 事件当中最严重的是16岁的少年了 当时他还在睡梦当中 但是气爆一共是造成他身上有91%的烧烫伤 到现在都没有脱离险境 另外消防单位也在这个大楼里头救出12名受困的民众 浓浓黑烟不断往上窜 火焰时不时从窗口窜出 大楼外墙的瓷砖接连掉落 现场还不断发出爆炸声响 居民看得惊呼声连连新竹县竹北市中正东路上一处大楼 24号上午发生气爆 大量的玻璃物品炸到喷飞 监视器捕捉当下画面同样惊悚 一名男子准备要牵车 下一秒窗户刚架等等从天上砸落 吓得他赶紧躲避 行车记录器也拍到大量物品从高空喷出 如雨点般落下 让架势紧急减速 消防人员深入火场 受困民众拿着毛巾惊慌逃生 大楼内一片狼藉物品震落满地 走到跟墙壁被熏得一片漆黑 上午八点十四分开始 警消接获大量通报 一一九专线被打爆 竹北有六个里多处通报瓦斯外泄 其中有十一处火警十五件瓦斯外泄 最严重的是在中正东路上的这一栋大楼 消防人员到场后 在九楼跟十一楼救出十二名民众 最后一共造成一重伤五名轻伤 其中住在九楼的十六岁少年 当时在睡梦中气爆后 全身百分之九十一到二度烧烫伤 目前插管在家户病房抢救 而同住的妹妹跟妈妈 轻伤没有生命危险 有民众在网路上分享 长辈被炸到内裤都破了身体多促灼伤 目前人在家休养情绪还没有平复 气爆范围之广 县府跟瓦斯公司进行全面检修 避免突如其来的气爆 让灾害再扩大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